外交部多事之秋 从先前书启程巡短 到最近泰国要求我们 办签证的时候 竟然要付财力证明 刚好都是外交部出事 但是却被人家发现 原来外交部五个基要名额 怎么就这么刚好 谢系竟然就占了其中的三个 包括了助太代表林子洋 她是管碧玲管妈的女婿 包括了日本代表 出这里有一个资役叫做刘家凯 还有一个前任资役叫做傅馨福 那么竟然这两个人 都是新文化基金会的执行长 代表他们和谢长廷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的密切 怎么会这么巧呢 我们要请韩国人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要先回应刚刚 那个历史哥前面有讲的 那个大港开唱不就是 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对不对 跟那个什么卡森杨慧如的 公司是一样的道理吗 也是常年一直拿 常年指定标 对对对 那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想到这个 因为刚刚讲到这个泰国签的问题 我们就想到林子洋 那我们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林子洋 林子洋是政大国发所的一个博士生 国发所前身是三民主义的 对国发所现在也是属于也是一个中国大陆 然后其实跟外交坦白跟大家讲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觉得人民最受不了是什么 你今天都没有任何的专业人员 放在应该有的位置上面 我相信非常多专业的人才 就像博士生也非常专业 你应该是要把专业的人才 放在应该需要的位置上面才对 而不是你看 所以你看泰国签才搞成这样 才会发生这些事情 对不对 如果他真的有能力的话 他今天真的有能力 而且很重要的是蔡政府要推新南向 你新南向你还给我搞仇庸 你今天你根本心力没有放在你想要推的上面 你今天你想要推新南向的情况之下 你应该是要把各个在这个新南向 这些国家的专业人才 大量的投入在新南向的国家里面 而不是拿一堆谁的女婿 又谁的儿子 又什么党政的什么儿子之类的 之前台船子公司那个 对不对 28岁 有没有一堆这样子搞得我们好像我们现在在这评论好像很可怜一样 好像也要加入民进党一样 对不对 每次都这样搞 难怪会被 难怪我们会觉得有剥削感 而且看久的尤其庶民 看那么久台湾政治受不了了 因为自己都吃不饱 然后看民进党一直在吃得很饱 所以我们才跟历史哥讲 这就是民进党结构 你没有位置 爸爸伸给你 爸爸伸给你 所以他们是一个共生的结构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把民进党拉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背后的这个生态链除了杨慧如门 还有什么大港开窗门 我相信那个洞非常深 因为他们只要有一个人冲伤了民进党 那有可能他也会危害到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民进党拉下来 才能看看这个洞有多大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谢强廷到现在 在政台还是很有影响力 有这么多的人马在台面上 另外一个人也还是很有影响力 他是陈水扁前总统 我来就给大家提问 提问 现场的媒体朋友有任何问题吗 没问题要来请客 政治不外事分享 绝对不能整碗烹饪 甚至整桌烹饪在走 要来挖一个饭粒肉当面 所以我们因为说 没有一个洞是这种做法 我也这么看不下去 台北CD选区的李婉玉喊出的这个竞选口号 叫做拉下民进党的新潮流 不过有趣的是看到来帮他站台的是 陈水扁前总统 中间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段影片呢 不是什么 我觉得蛮好笑的 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时代 他脸错了吗 我觉得这一次选举就是为什么韩国瑜要出来一个很大的原因 他其实就是代表庶民与权贵的之争 过去我们在看选举都是权贵跟权贵之间在选 其实我们都没有兴趣 就平常都做自己的事情 选前再来投票 再来随便选一个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韩国瑜代表是人民的心声 人民想要未来的冲敌 对于下一代还是对于老人 想要让我们台湾过了更好的生活 而支持韩国瑜 为什么全台湾会有这样一种寒流现象 那回到这个民进党 就是过去可能大家不知道民进党的新潮流 他们以前不是民进党 他们是民进党的律师 只是后来篡位 篡位以后 以前这些老前辈通通被赶出去了 过去辛辛苦苦打造的民主自由的党 现在变成民退党 所以现在阿扁觉得说 你这样不行 整个都被你拿去了 那我应该要出来讲讲话 你的总统是不是要跟我背书一样 我要排在哪边 你不能对我怎么样 那现在还有其他的派系也开始出来讲话 就觉得说 我们从这个事件都看到 一个政治啊 他整个势力为什么会这么大 每一个地方都想要争取自己的地方势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啊 真的要很认真的 很努力的把他拉下来 要解决我们台湾过去几十年 这种派系分赃的日子 我觉得这个刚才阿扁那句话 我要补充一下昆轩讲 他说政治不外是分享 他其实讲的太客气了 分赃啊 怎么对分享呢 他就讲得很白了嘛 你新条路整个瓶子我要吃什么 不是分赃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DPP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权力分配 现在明显中央政府跟国营事业主要是新潮流在占嘛 那地方利益呢 主要是鹰派的 比如说明文规定啊 卖卖啊 到处这些地方 还有我们这个苏百亿 苏百亿是谁 苏家全嘛 在屏东这样化水会坚打 那交通部因为林嘉隆进去之后呢 整个都是龙的传人了 那现在最后就外交部 我一直想说线系这么四围 但是为什么 我们终于知道了 原来慢慢挖都躲到外面去了 都外派出去了 你四围没关系 让你当老好玩 老好人 难怪最后卓容他愿意离回寿命 来卡这个烂缺 也就是当个什么 没有任何权力的所谓的党主席 所以会看到那根本就是分账 可是你会发现 当我们花了那么多戏 哪一戏不见了 扁戏啊 天啊扁戏去哪里了 被赶出去了 所以现在变成一边一国连线嘛 变成所谓的喜乐岛连线嘛 所以我们看民进党的时候呢 你不要让他这个表面上语言所骗了 他其实真正的重点嘛 而且最好就是阿扁还敢谈啊黄志愿讲说 我两度捐钱给这个台联捐了三千万 我想说 哇那你不是三级贫货的子弟吗 三千万好像随便从你口袋丢出来 是三千块吗 三千万会货货 我就头发疼了 三百万都可以留在高铁了 是啊 哪不意外嘛 而且刚好导播有发现这萤幕 我觉得大家很吊诡啦 我们这看到这萤幕 真的我觉得台湾已经没有是非 一个贪污犯可以在那搞签名会 然后一堆支持者 哪有是非啊各位朋友 他前面应该加个铁笼有没有 Oh my god 我真的 我看得我真的很想冲过去萤幕打几拳 他可以签书 可以上台发表演讲 可以助选 可以每天在阿扁踹贡 那就不能坐牢 你看杨慧如都被切割了 陈水扁民进党都还没切割哦 切不掉嘛 切不掉哦 给台湾三千万啊 所以你们还要挺这种 这种贪污的政党吗 挺贪污的政党吗 他又要解释了 这是民进党员个人行为 跟杨慧如一样 我就觉得很奇怪 Oh my god 韩国瑜要为所有的韩本负责 可是呢 这个杨慧如跟陈水扁是民进党员 那他这是个案 他只是个路人 好棒棒路人啊 可以签书 然后这个法卫就 法卫就永远不用被关是不是 乱七八糟 真是受不了了 很奇妙的是陈水扁和吕秀莲 是民进党的 曾经当过政府总统的两位 但是在退下来之后 好像现在是 还民进党渐行渐远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店夫人 下温 南投目 白花 lot 云